哈嘍大家好,我是Than,我們今天呢繼續來玩這個英雄你好狗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這個雜蛋派對已經到這個最後一天了嘛 我們就把剩下這個錘子都給他砸一砸 然後順便呢看看能不能夠再拿到這個特殊獎勵啊 看看能不能夠再拿到我們的這個黃菊花 順便就可以把我們這個皮膚給他拿出來 好,那麼剩下的話就直接都用這個一鍵探索 就不浪費時間慢慢去點 好,那我們最後的話應該大部分就是16、17層 這邊的話自動好像運氣稍微比較好一點 大概就前幾排這樣的話就 拿到我們的這個獎勵啊 不過呢這個特殊的 道具好像都沒有看到 那這一層也是沒有,那應該就到這一層為止啊 看看下一層能不能夠 有一些特殊獎勵 好,這邊的話又有一個這個封車 我們之前的話也是有拿到一個封車 可以直接 去兌換這一 這什麼 一鍵入魂啊 那這一層的獎勵我們就不需要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封車 好,然後這一層的話是這個特殊獎勵 感覺他就看我們快要沒有了,然後又給我們一個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直接拿到這個 5級符吻 我們看一下這個探索能不能夠再拿到 然後剩下最後兩抽 好,運氣還行喔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把我們的這一個 就來把這個符吻給他置換 我們目前的話是有這個封車啊 然後我已經把一些其他不重要的這個符吻給他拿下來 現在的話就可以把它分解 那我們這個分解的話是他這個碎片 就會100%返還的喔 你把它分解之後就可以直接去K4 去買其他你想要的這個符吻 所以說完全不會浪費 那因為他是直接去兌換 那我們就乾脆直接兌換成5級的 這樣的話直接一勞永逸啊 反正可以直接用到這個遊戲畢業 好,那我們就來 直接兌換 好,那我們原本呢是要用這個5級的去換 但是我發現我們現在身上雖然這個符吻的 碎片數量是夠的 但是我們現在身上沒有這個5級打 所以說沒辦法直接去換 好吧,那我們的話就只能夠退額秋季次 那換個這個4級的也不錯啊 那如果 下次有這種活動的話推薦你們可以 先留一個這個5級符吻 要不然的話這邊要換的話是只能夠 換成這個相同等級的 算是失算,然後他這邊說明 直接兌換啦,然後的話消耗的 這個封測數量都一樣是一個 算是比較可惜一點啦 不過沒關係,我還是可以直接換 那我就直接得到一個這個 4級的裂空 可以加我們的這個攻擊 也算是還行啦,畢竟這個 5級的 算下來的話需要的這個碎片數量也是 相當多 我們現在的話就先用這個暫時用這個4級的 先頂替一下就可以啦 好,那剩下這些空位的話我們再找其他這個日子 去刷新喔 要不然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把這些所有的 刷新次數都用掉啦 也看了這個3次廣告 用這個免費刷新再加這個點券刷新喔 都還是沒有看到這個5級的符吻啦 這個機率是相當的低喔 好,那我們現在呢也沒有什麼要做的吧 我們來再稍微打一下這個 排位賽喔 那排位賽的話推薦你們就打到這個 不屈白眼喔 就看你們能夠打到最高段位是哪一個 打到的話其實就 不用再特別打下去 因為打下去的話好像拿到獎勵也是 沒有說比較好啦 要不然像我們現在的話基本上配對到這個對手 強度都是相當高啊 而且現在還有一些這個bug就是好像 沒有辦法進去這個戰鬥喔 我們點一下這個退軌啊 那如果你打太多場的話喔這邊的話可以 直接跳過等待但是好像 出一些這個小bug喔 我們可以這樣快速點點 好終於進入到這個戰鬥 那打的話基本上都是輸的啊 那你打輸太多的話會掉回這個 青銅段喔應該是黃銅段啦 所以說你們就 看情況 我現在好像出一些bug 就只卡在這個地方啊 我獎勵的話應該是都有拿到 要再點回來退一下才可以看到這個戰鬥 這邊戰鬥的話就是在額外多拿一些這個狗糧喔 你輸的話就又變回這個黃銅啊 黃銅掛機拿到這個獎勵就比較低喔 我可以點一下這個跨機效率啊 那每個小時就少了6個啊 所以說可以不用打 可以等到自己的這個 戰力比較高的話再去慢慢打上去啊 那不然像我們現在 要再爬回這個白銀階段要再多連勝個幾場喔 那爬段位的話要再多那個 要有 兩局一勝 他才可以這個成功進擊啊 好 這邊又重回這個不趨白銀 基本上你打 就算打滿24你也是一直在這個 排位這邊上下下騙鬥啊 不過的話好處是可以 稍微拿個幾萬的這個 狗糧喔 不過的話數量也是沒有很多啦 好吧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 今天的這個雜敗派對最終 我們的這個 符文置換分享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掰掰 FATHER 然後兩個8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888的點券 那有非常多的招募契約以及這個藍寶箱喔 那麼這個接下來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社群的每周禮包 那這個的話是Lite群喔所以說也蠻推薦你們可以加入一下他們的這個 DC群組或是Lite群啦 那就輸入這個GOLINE CSDG 然後一樣可以按這個兌換喔 可以拿到這個點券啦 然後接下來呢之前的話是DC也是有跟大家分享 那以防 有人還沒有看過也在這邊做一個分享喔 然後這邊的話是已經兌換過了 那獎勵的話是跟這個Lite群是一樣的 新的 GOD C7 小黃 VCA 我們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邊的話拿到的獎勵還算是挺不錯的 點券還有招募契約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的話是這個 GOLINE 7AFD 這應該是Lite群組的序號喔 那一樣兌換也是拿到相同的這個獎勵 UNHERO 然後後面加上一個數字2喔 FUNHERO 數字2 那就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個的話就可以達到這個最新的點券 招募契約還有一個狗糧袋喔 FISH 3個6 FISH3個6 那一樣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是他這個粉專達到66666個人的追蹤了 好那就可以拿到視野槽 還有一些招募契約以及我們的這個點券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呢是這個FISH FISH 然後3個7 FISH3個7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 招募契約還有我們的視野槽 這個FI 然後SH 然後接著是3個8 FISH3個8 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裡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釣魚的10個視野槽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 這個GOGODIS 然後CORD 這是Discord序號 那推薦你們也可以加入一下他的這個社群啦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拿到這個序號 然後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大小寫 好那輸入完的話就可以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點券 骨頭袋子還有10個這個綠寶箱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禮包 FUN FERO FUN FERO 就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就可以拿到這些綠寶箱 狗糧 還有100個藍點券 還有100個藍點券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 改版禮包 這個 然後 然後ND 然後 LG IFT 就是 ENDL 然後 GIFT 好那兌換的話可以拿到這個 青銅硬幣 然後這個288個點券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 GOGO 3個8 GOGO3個8 OK按下方兌換 那這邊的話會顯示我已經兌換過 但你們的話是應該還是可以兌換 好那麼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然後這個 GOGOGO HERO3個9 好那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188個點券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 GOGOGO 然後一樣是3個9 就不用加上這個HERO 這個大小型應該都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拿到 兩張的這個招募契約 然後還有這個狗糧 好那我們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DLOPEN GIFT 然後可以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點券藍寶箱 還有綠寶箱10個 那接著下一個呢是我們這個 RANKINGNOE 那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可以拿到這個 袋子 口糧袋 還有我們的骨頭袋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 DOG 999 DOG 39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 狗糧還有骨頭 這個新手開局的話是非常棒的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DOG 2023 DOG2023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大量的點券 狗糧還有金鐵 那最後一個呢是我們這個GOGO 2023 那邊呢